我们求出来了N0代表的是NCEXP 然后负的EC减去EF除以K0T 价带的空血浓度是价带有效状态密度 然后乘以EXP负的EF减去EV除以K0T 那么就可以得到N0和P0的层级 就是导带电子浓度和价带空血浓度的层级 就应该是NCNV然后EXP负的EC减去EF除以K0T 以及另外一个E值出向 EF减去EV除以K0T 好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一个表达式里面 我费米能击的像就可以直接约去 可以直接约去 那么我们得到的就是NCNV然后EXP负的EC减去EV除以K0T 那么大家看一下对于我们的年代图来说 EC是这条线 然后EV是这条线 刚好EC减去EV就是我们所说的静带宽度 静带宽度 所以N0和P0的层级 就是和我们的静带宽度有关系 EG除以K0T 所以根据我们的推导 我们可以得到电子和空血的浓度层级与费米能级没有关系 也就是与杂质类型和数量都没有关系 层级N0与P0的层级只决定于半导体材料以及温度 如果半导体材料固定的话 那么静带宽度就是固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温度也是固定的 那么电子浓度和空血浓度的层级就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就是半导体处于热平衡状态时 再留置浓度的层级保持恒定 如果电子浓度增大 空血浓度就要减少 反之 如果空血浓度增大 那么电子浓度就要减少 这个结论普遍适用于 本真半导体 以及热平状态的非减病参杂半导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